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官员 却完成了匡扶国家的重任 此人就是田丹 那么他是如何完成这一伟大壮举的呢 进行收看评说资质通鉴第一部纸 田丹复国 公元前284年至公元前279年 齐宣王趁着燕国内乱借口替燕国平乱 派兵进攻燕国并逼死了燕王快 快的儿子燕昭王即位后 一心向报仇薛齿 于是就开始招贤仰氏 越义在这个时候被拜为上将军 在燕昭王的授意下 越义同率五国联军攻打齐国 由于齐敏王骄傲惨暴失去人心 越义在短短的六个月内 竟然攻占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 整个齐国只剩下举和吉墨两个地方 没有被燕军占领 眼看齐国就要亡国了 在这最紧要的关头 一位林子城的基层官员站了出来 一举完成了匡扶国家的壮举 此人就是田丹 那么田丹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如何完成这一重任的呢 河北身为党校丁万民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评书资质通鉴第一部之 田丹复国 田丹这个人啊 说起来 他也是齐国的这个宗氏远情 姓田啊 田氏戴亲以后 田氏是统治者呀 但是呢 田丹这个人呢 他离得比较远了 耿中青 他只是当时的一个首都林芝的一个寺院 寺院是什么人啊 这个冲丘战国那个时候 各国就有市政 市政就是负责管理机制的这个贸易和治安的 这样的官 市政的下属叫市院 协助市政管理这个街道的机制贸易治安 这类的工作 可以说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那么这么一个角色 他最后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 那就说乱是出音讯吗 愿意发起 整个齐国大乱 在这种状况下 一片混乱之中 田丹他身上独有的这种远见着实 和这个谋略智慧 开始凸显出来 当初 燕国军队进攻这个齐国的安平的时候 田丹呢当时在安平 作为一届草民呢 很早就预见到了 城破的时候必然是一片混乱 在这种混乱的过程中间 大家一定会争相逃命 逃得了逃不了呢 那么在当时天丹就讲 魏国自己只是一届草民 没那个能力 保家这就得琢磨 怎么才能跑得了 要跑就得运车 大家看 当时战国的这种马车 都是这种很典型的 那个车轴它特别的长 这一旦要晕堵的时候呢 这车轴互相碰撞 憋在一块了 撞堕了 撞蛇了 那就跑不了了 所以啊 田丹特意就让自己的族人 把自个儿的马车 都把那车轴给锯短了 然后呢 轴的那个头呢 都用铁皮把它包起来 哎 防止撞蛇了 结果呢 安平被攻下了以后 只有天丹一族的人 因为这个车工具得力 都跑出去了 跑哪了 跑到基末了 而自知空剑记载啊 当时 齐国的大部分地区 已经都被燕军给占领了 基末的守将 主动出击 结果呢 也给战士了 这群龙无首 基末称 这大家就没法了 大家就推举 谁适合当这个 基末的守将啊 家有千口 祖师一人啊 得有个守将啊 有个头啊 大家就共同推举 田丹 说田丹这个人了不起 因为他呢 足智多谋 熟悉兵士 所以就这么着 田丹被大家推举 做了基末称的守将 那么田丹 做了基末的守将以后 他都干了点什么事情呢 哎 他呀 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 坚守基末 以待识变 基末大夫 出战 身亡 这件事情就告诉田丹 你主动出击 那是以卵即食啊 肯定打兵 那怎么办 那必须得坚守 要坚守这么一个固惩 几十万大军违控战 真要说是一直打 恐怕也就不是那么容易坚守下来的 而约一也一开始也想打下来 打了一年多 但是田丹的领的大家 实实坚守 就是不出动 哎 这个攻的要比守的 当然要吃力了 没打下来 田丹的坚守 就让燕国内部 出现了一些变化 什么变化呢 哎 有人就在燕昭王面前讲了 说约一 你看他现在 短短的 半年多时间 就打下了七国 七十多座的城市 现在就剩下两座了 不打 他目的是干什么呢 他在收复人心 现在已经经过这么长时间 三四年了 人心也收复得差不了了 那他为什么还不打呢 可能呀 他在顾忌 他的妻子 儿子 都在咱们燕国呢 但是 这个顾忌恐怕也长久不了 为什么呢 齐国多的是美女啊 你一旦说 他有一天 找到合适的美女了 连妻子 儿子不顾的时候 那他就要成王了 哎 有人就在燕章王面前这么讲 燕章王听了这话怎么办 立刻召开朝会 郑重其事的 把重要的大臣们 都召集在一块 燕章王 就把这个人拉出来 然后就告诉大家 现在 岳一先生 替我们报了仇了 我呢 杨梅吐气 我呢 对燕 岳一先生是感激不尽啊 我不土人家 齐国的土地 齐国如果有一天 真是这个岳一的了 可能岳一 所谓 齐国之主和我们燕国 能够两国交好 我觉得这是燕国的福气啊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你居心何在啊 来 给我拿出去 把这个大小报告的人 就给杀了 这么做以后 燕章王还做了两件事 就一 他给这个岳一 在燕国的妻子 以王后的这个服侍官司 给岳一的儿子 这燕国的儿子 以这个太子 这一级的这个 级别待遇的东西 给他送过去 二 亲自给派这个朝廷的重臣 相国 给在燕国打仗的岳一 送去这个王 这一级应该享受的那些 待遇那些礼仪服饰等等 支持岳一称王 岳一怎么着 岳一是坚决不同意 一再败献 而甚至写下词书 而说我就是事实效忠于林燕章王 我绝无称这个齐王的这个想法 而一再推迟 最后燕章王一看 你确实诚心不愿意做 那就我们不勉强 结果他们军城这么一做 我们说 燕章王这事做得很漂亮 不愧是一代殷主 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再也没人敢来打小报告 来在背后三分点火 整这事了 在一定程度上 岳一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 他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是与燕章王对他的绝对信任 和坚定支持分不开的 燕章王用人不移 知人善任 换来的是部下忠诚 但是这对于田丹来说 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燕军再不撤退 吉莫城也岌岌可飞 在这种情况下 田丹不得不采取了又一个计谋 但是 作为齐国田丹那一方 他觉得呀 这事还没完 燕章王是这么糟 别人会换了别人 会不会还有别的变化呢 所以他呢 还在坚守 还在等待事迹 那么第二件事情 实施反奸计 风化瓦解 燕军 那么他怎么实施反奸计呢 这得等机会 还得等机会 这时机还真让他等来了 这个机会啊 就是燕昭王去世了 这燕昭王去世 这影响可就大了 我们知道 越义是在燕昭王的鼎力支持下 才真的能够坚持五年之久 燕昭王去世 燕惠王继位 燕惠王 做太子的时候 对越义就 关系就有点过节 说实话 他也认为 越义这么着居心不良 只不过一看燕昭王 那么坚决地 把这个出头的人给收拾了 他不敢说了 现在他做了 从太子做了这个 燕国的国王了 这个田丹了解这个情况 他看到了机会 所以就命人去燕国 实施反间计 散布消息 说这个齐王已经死了 秦明王已经被杀死了 齐王已经死了 齐国现在仅仅有两座城市 还没有被攻克 说现在越义于 燕国的新国王 他有矛盾 所以呢 他害怕 回国以后 被这个新国王收拾 所以怎么办呢 他在这儿呢 等待时机 以这个攻打齐国为名 实际上他在等待时机 要称齐王 现在我们齐国人 最怕的就是 现在的燕王呀 换将 走马换将 派一个新的将领来 这个风卷落叶 迅速地把这两座城市拿下 我们怕这个 这燕会王一听啊 你怕这个 那我就偏来这个 下令让自己的亲信 齐杰 取代越义 齐杰 做了这个大将以后 燕国的将士们 心中都替越义 民不平啊 哎 大家都不平 军心就不稳 内部就失和 哎 由此 形势开始向 有利于齐国的那一方 有利于天南的那一方 开始发展了 天南要做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奇迹跌出 一举复国 那他怎么做的呢 燕国走马换将 天南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 但是 积末这个地方 从从唯空了 五年之久 城中的将士们 可以说已经是 人控马伐 疲惫之急 强隆之末了 在这个时候 天南面临两个问题 一 怎么样 激发城中将士的 这个事实 反击的这个决心 和斗志 二 怎么样进一步 使城外的燕军 扰乱他们的斗志 甚至瓦解他们的斗志 这可不是一决而就的事情 这需要谋略 他怎么做呢 第一 他造势 造什么势呢 天南要造两个事 一 就是要造这个 激发守城者的 这个斗志的事 二 就是要扰乱燕军的绅士 那这一盘大旗 该怎么下呢 天南 首先他下了一道命令 规定 城中的人 每天吃饭的时候 都要寄煮 在庭院里边寄煮 寄煮 大家要摆寄饭啊 有供品啊 这供品是寄完了 你不能人吃了呀 就放那了 结果引得这个城中的 这个小鸟 都来这个城中 每天一看到 饭点就来了 寄完了 小鸟就开始迷食 这结果导致这个寂寞 城中啊 每到吃饭的时候 群鸟相及 这城外的燕军就纳闷啊 这这这 金墨城咋回事啊 咱们总是那么多鸟 都往他们那聚集啊 哎 接下来天南 又让人散布消息 说呀 你看没有 这么多鸟来 来我们这儿 群鸟相及 这是异象呀 这说明什么呢 上天要派神人来 帮助我们 要派神人来 结果呢 他这个消息一散布呢 这城中的这士兵中间啊 有一个年轻导弹的士兵 哎 乐呵呵的 跟天南开玩笑 天南这人说明得 很平易近人啊 大帅 我就是那神人 说完就跑 跟他开玩笑嘛 天南一定在来 回来回来回来 别跑 别跑 你就是那神人 我以后就把你当神师 大帅对不起啊 我开玩笑的 我就骗你呢 别说话 别说话 你以后就是神师 听我的 我每天跟你请示 不要说别的 来这么说 天南以后 每出一个举动 都正儿八经的 奉神师命令 我们要如何如何 要如何如何 这士兵就跟个傀儡一样 就跟木偶一样 坐在那儿 每天神师 这个消息 一发那儿 让齐国人 让鸡莫城的人 哎 大家开始 哎呀 咱有神保佑 要不然怎么能坚持 这么长时间啊 一发漫 燕国人 开始疑心疑鬼的 听说这个 鸡莫城里边 有很多消息 就有神来帮助他们 哎 这事造下了 第二 优敌 怎么优敌呢 哎 天南啊 要优敌犯错 怎么样才能优敌犯错呢 他要通过优敌犯错 激发自己的士气 天南干了两件事情 还是散布消息 还是散布消息 一通过人啊 给这个燕军那儿散布消息 说我怕什么呀 天南我就怕的是 这个燕军把我这个齐国 背负的这些将士们 把他们的鼻子割了 然后让他们作为这个 风打鸡莫城的这个拍头兵 都是齐国人 我咋下手啊 那到时候咱就输定了 这个燕军的守将一听这个 哦 你怕这个 那我就把俘虏都割了鼻子 然后就打仗的时候 让他们在最前面 这么一弄的话 守城的这将士一看 好嘛 一旦要俘虏了 可不像越一那样了 你要偷从过去 有吃有喝 宽带俘虏 现在不是这样了 先把你鼻子割了 然后鼻子里先当炮灰 所以这个城里边的士兵们 都是咬牙切齿 可不能投降啊 投降以后就被割鼻子了 而且就是炮灰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田丹又让人散布消息 说咱基墨城 现在事实坚守 咱们在城里边 有城墙党都没事 现在就怕什么 就怕这个燕军啊 瓦解我们的军心 怎么瓦解军心呢 咱的坟墓 祖宗列祖列祖的墓 都在外边呢 一旦他要把这些坟墓给绝了 把这尸骨给整出来 一抛一散 这城中的老百姓心就乱了 这一乱这军心乱了 怎么守啊 结果这个燕军一听这个 好吗 你怕这个吗 我接着就干这个 祖宗的坟墓都给他绝了 把尸骨都弄出来 当着这个基墨守称军民的面 致意凌辱 结果把城里边的老百姓 这一下子可是真火了 大家知道 骂人经常有一句话 你绝祖坟 我绝你祖坟 现在祖坟真被人家绝了 列祖列宗的这个尸骨 被人家 致意凌辱 那老百姓真是跟你急了 就是要跟你拼命了 那种拼命之心已经有了 到了这个时候 天丹知道 士气已经被彻底激发出来了 但是他觉得还要加把火 加什么火呢 天丹啊 亲自拿起板 拿起这个铁锹 跟士兵们一块来组成 把自己的妻妾都编在这个队伍里边 一块在军前效力 把城中的所有的美食 所有的这个基础下的这个军粮啊 都交给这个前县士兵们 大家吃饱肚子 准备要开干了 这么早一做呀 田丹就开始打造出了一只 铁板一块的愤怒之士 这帮人都眼睛都红了 就等着大帅一声一吝吓 跟他拼命了 到这个时候 田丹呢 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步战略 炸降 这炸降 怎么做呢 天丹在这之前就让城中的士兵 有战斗力的 年轻力壮的都给我藏在这个城下 不要轻易露面 城头上呢 都让那些老弱病残 妇女们 让他们守城 给燕国军队造成一个印象 就是城中的这个青壮年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没人了 就说那点老弱病残了 富有病残 然后在这个时候 又派人去燕军中商量 说我们想投降 咱们商量商量 怎么个投降过程 约定要降 燕军已经坚守五年了 都想回家了 所以一听说 齐国金莫称要投降了 欢呼啊 高兴啊 这个时候天丹呢 还在做一件工作 他从城中啊 收集大家私房钱 金银财宝收集起一些了 然后让一些富商 偷偷地出城 找燕国的将领 说你看我们要投降了 将来一投降 这个城一乱 必然是 你们要对这个城中的老百姓 要遭难啊 我希望啊 现在就送您点钱 将来我们那一族的 您高抬贵手 放我们密码 保全我的族人 啊 燕军大将一听这个 这一点事 好吧 先收了钱再说 很高兴 收了 放心吧 回去吧 到时候一定放你密码 这燕军全金将士 一听说大将都这么干了 大家都知道 这事看来是 就是投降呀 没事了 都琢磨打点信仰 收拾准备回家了 哎 燕军的这个戒备 可以说是彻底的松懈了 到了这个时候 天丹才开始真正把他决定性的奇迹 奇希 拿出来了 哎 通过造势 诱敌 诈祥 这一系列的这种铺排 准备工作 到最后 现在可以说 齐国军民同仇敌凯 士气高昂 燕国的军队彻底的松懈 没有斗志了 都在做早日回家的这种美梦 哎 这个时候 天丹终于算亮出了他的终极杀手节 怎么样 火牛阵 金墨城总共就是一个不大的城市 撑死了就是不到一万人 七千多士兵 原来这经过一次一次的打 现在剩下的能够有战斗力的也就是五千人 五千人跟十几万人大军怎么打 所以天丹就琢磨 一定得找一种特殊的力量 怎么找呢 他把城中的一千多头牛跟牛 都给收集起来 牛脚上绑上这个剑刀 牛身上呢 给他用那个筹子都披上 在筹子上呢 都画上了五彩的斑纹 轮纹 画上这些彩饰的东西 然后呢 牛尾巴上都给他用那个 灌上油的芦苇 绑在牛尾巴上 然后 约定好一个时间 选定一个晚上 月黑风高 然后把这些牛呢 都赶到事先 在城墙上挖好的十几个洞口 把牛尾巴上的那个火 那个芦苇灌了 油的一点 把洞口一打 那牛腹痛啊 哗 就开始疯牛崩出去了 挤 一千多头耕牛啊 哇哇的 屁股着火了 那玩命往前跑啊 一直往前冲 前面就是燕军大营 后边五千士兵就跟着这 一千多头耕牛 然后城中的所有老百姓 所有士兵都摇起那喊 完美的喊 所有的童气都打得刚刚响 可以说 杀声动天 惊天动地 燕国的士兵一看都傻了 一看在哪牛啊 这牛这身上是不对啊 这纹文士也不对啊 但是这牛已经裹着 齐在那狂浪的 后边士兵也跟着 齐在那狂浪的打 所以是一下子 就把燕军的大营给冲垮了 燕国的大将 齐杰也被杀了 姬莫城解围的天丹 领着人乘势就开始追着 兜着屁股就开始追这个燕军 一路追一路打 结果每到一个城下 城中这根多米诺骨牌呀 一听说这就是燕军败了 城里边守军也跟着跑 跟着这败军一块跑 大家吸着呼噜跑 哪个地方一到哪个地方 一听说是什么 这边已经打过来了 城中的齐国人 也开始重新拿起武器来造反 重新开始战斗 所以齐在夸拉风卷参云 一口气 天丹领着人就打到了黄河边 七十多座城池就收府了 来 这等于说 把燕国就给打回老家了 田丹复国的故事是田丹一生中最为精彩的表现 也成为民间口耳相传的历史传奇 可以说在齐国的历史上 田丹居公至北 因此田丹被封为安平军担任齐国的相国 可是这功高震主的功绩 会给田丹带来什么呢 田丹复国了 可以说是功成名就 但是呢 他的日子并不好 为什么不好过 因为接下来他面临着三大考验 哪三大考验呀 第一 他跟这个齐祥王的关系给如何相处 第二 田丹作为一个 功高震主的这样一个大臣 他跟其他大臣的关系如何相处 第三 田丹自己的心态如何调整 危机面前万众一心 没问题 现在天下太平了 这一系列的问题就要爆发了 那么田丹是如何处理这三大考验的呢 我们先说 他与齐祥王的关系 历来啊 功高震主的大臣 很少有好下场 这得需要极高的智慧 才能有好下场 田丹绝对属于功高震主的那一类 齐国复国 齐祥王呢 是坐向其成 功劳呢 都是田丹的 所以啊 齐祥王就在这个田丹面前 极不自信 对这个田丹呢 充满了猜忌和防范心理 而田丹自己呢 兢兢业业的任职 可以说 清正有为啊 这四个字概括是非常得当的 忧民之机 解民之寒啊 可是他越是这么做 这七乡王心里边越忐透 终于啊 有一件小事的发生 彻底的让这个七乡王就动了杀鸡了 什么样的一个小事呢 有一天 冬天 田丹办完工事 都要过治水 过治水的时候 发现有个老人 涉水 过治水 结果呢 过了治水以后 被冻的就差点快冻死了 冻僵了 田丹身边也没有其他衣服 多余的衣服 就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脱下来 给那老人给披上 给他救活了 当时身边周边还有其他人呢 这个事情 大家一传十四传百 这个事情很感人呀 所以大家一传十四传百 最后 传到了七乡王的耳朵里边 七乡王一听这消息 这心情啊 糟透了 这么大过了 他还收买人心 这小子想干嘛呀 这是 这事儿 这要不早收拾他 这后患无情啊 这七乡王 这个就嘟嘟当当 就说这些事儿 也没法跟别人说呀 天丹这么大功劳 人家干的这事儿呀 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呀 一个人在后花园 嘟囔这些事儿 结果正嘟囔呢 一抬头 那儿有个工人 穿珠子的工人 在那儿干活呢 七乡王觉得 挺不得劲 我这隐秘的心里 自个儿一个人嘟囔的话 让他听着了 怎么办 就问这工人 我刚才说的话 你都听着了吗 这工人一看 听着他这事儿 很隐秘的话呀 他也不敢撒谎 启禀大王 我听着了 那你什么看法呀 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呀 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呀 这穿珠子的工人 这个回答 这就面临很大的挑战 你说对 说不对 恐怕都不行 你说大王 你说的对 那可能七乡王 立马就会翻脸 你这不挑拨 我们军城之间的关系吗 天丹这么大功劳 你说 应该把他收拨来 你这不挑拨吗 拉出去砍了 很可能就这种结果 你说不对 连你这么个东西 你都跟我对着干 拉出去砍了 所以说对 说不对 恐怕这工人 斗得没命 这个仆人也算个 有智慧的人 他怎么回答呢 他给七乡王 指了一条明路 他说呀 大王 您大可不必要因为 天丹做了这么个好事 犯愁 您应该怎么办呢 您应该把他做的好事 的这个美名拿过来 变成你的美名 把他的善行 变成你的善行 这不就结了吗 您应该跟大家宣布 说我呀 忧民之鸡 为民之寒 天丹呢 也这么办 我担忧老百姓 吃不好穿不暖 天丹呢 也这么办 他做的就是 我想要他做的 所以他这么做了 我很高兴 你应该这么讲啊 哎 这七乡王天 是啊 这个办法 好吧 你走吧 把这仆人算是放了 这仆人回去越琢磨 怎么着说呀 他越琢磨越琢磨 都应该完善这个计划 所以隔了几天 又找这个七乡王 大王呀 我觉得这事 您应该在朝会上 郑重情势的 来表扬这个天丹 表扬完天丹以后呢 你还要在全国发布命令 大家发现啊 各个地方有这种 穷得过不下去的 生活饥寒交迫的 这些人 把这名单都报上来 我们政府来帮助他 给他抚恤 哎 让大家知道 你天丹当时 这原来做的这些好事 这都是在你的受益之下做的 这不就结了吗 哎 结果 七乡王就听了的话 做完以后呢 七乡王还专门派人 去这个街头巷尾 去去 打听 大家什么反应 结果大家都在说 哎呀 我们七乡王正英明 原来这个天丹 那么干 都是我们大王教的 哎呀 七乡王好 这事算是等于说 这个 天丹度过了一劫 传珠子的仆人 也度过了一劫 七乡王也算是 保金忧患的人了 但是这样 越是这样的人 他的防范禁忌心理呢 他越强 所以啊 天丹解秋 救人的这个事儿 虽然过去了 但是他很难摆脱 哎 这个 齐国的匡府 田丹功不可没 更有资格享受慈悲 齐乡王的这种心思 其实让田丹也是非常尴尬 这种尴尬还影响到了田丹和朝中大臣们的关系 天丹立了不是功勇 又位高权重 但是照样有人不卖他的账 那么不卖天丹账的有两种人 一种是他们洞悉了齐乡王的这个内心深处的这种隐秘的心理 所以说刻意的跟天丹过不去 来说天丹的坏话 对这种人天丹也没啥办法 另一种人 这种人啊 可以说他对天丹并不了解 但是天丹是最风光的那个人 他就批评他 说实话批评天丹 根本不算是对天丹有什么意见 而是说为了刷自己的存在感 对这种人 天丹怎么办呢 这种人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人 他叫刁伯 刁伯这个人啊 经常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张口闭口 安平均天丹就是个小人 就是个小人 一般人要是这话要是反馈过来 都得气死 我小人哪是小人了 有什么事做都对不起你了 或者对不起国家了 没人跟他计较这个 但是他张口就是这个 安平均天丹是小人 天丹怎么办 天丹置办了一桌酒席 把这个刁伯给请来 哎 刁先生 这个我哪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希望今天您呢 当面跟我说说 你干嘛老是在这个朝会上 在各种场合 给我这个背后说这些东西啊 你要当面说 我改啊 这个刁伯怎么办 刁伯很有意思 他说了一番话 哎 刁伯说 大家看大屏幕 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 这只狗废窑 废贵之而见窑也 狗顾废废其足也 什么意思 这是道治 就是一个古代有名的强盗 说这个强盗的狗 见了窑那样的 盛名的君主 他照样也咬 不是说因为这个 狗觉得这个 道治就高贵 觉得这个地窑就下贱 来咬 而是说狗他有狗性 狗性就是护主人 咬别人 这就是他的本性 那为了说明这个道理 这个刁伯还讲 他说你看 一个贤能的人 和一个无能的人 这俩人在一块 俩人各有一条狗 这个贤能的人的狗 照样会去咬 那个无能的人 无能人的狗 也会咬贤能的人 说回头这个狗 就是贤能的人的 那么他去咬 那个无能的人的时候 咬的会更狠 这意思很明白啊 意思就是说 我又不是你的下属 我对你也没那么多了解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我要是你的下属 我一定捍卫你 田丹听明白了 第二天上朝就举荐 雕驳 为官 那么对于这个前一种人 我们说这个揣摩透 七乡王心理的这帮人 有九个 这九个人呢 还是七乡王的姓程 这帮人天天鼓道 说安平君 田丹 有反心 你看他那么大的功劳 鞠躬之傲 天天想谋反 所以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 现在他又举荐了 雕驳了 然后就说 你找了个理由 说你看当年 楚国派了一万人 来帮助我们 我们怎么也得 感谢感谢人家呀 那么派谁去感谢呢 做使者呢 雕驳何事 结果派雕驳去了 雕驳一去 楚国盛情结贷 楚国有愧啊 你当年派闹词 把这七米王杀了 现在要修补关系吗 对雕驳就格外热情 一连几个月盛情款待 不放得回来 结果这帮人 这九个人就开始找七乡王 你看 为什么他不回来 是因为他是天丹举荐的 天丹 一定跟楚国有啥关系 他们之间如何如何 这么一讲 把这个七乡王的火 拱得一弄一拱一拱的 把天丹给我喊来 这话一穿到天丹耳朵里边 天丹就知道不妙 光着头 光着上身 赤裸着脚 以待罪之声 就去拜见这个七乡王 拜见说七乡王也不搭理他 跪了很长时间 说没事了你走吧 天丹又回去了 又过了五天 这七乡王的这个气是消了 然后再把天丹又找来 说 哎呀 我呀 不是说你有什么罪 我之所以那天把你喊来 就是告诉你 你要守为成子的礼 我呢 要守这个为君主的礼 就这么回事而已 去吧 没事 这有什么事 叼拨回来了 结果呢 结果这个七乡王 很高兴 就宴请叼拨 酒喝的一高兴 一张嘴 把天丹叫来 把相国天丹叫来 这叼拨一听这话 马上给七乡王 心里 大王 我请教一下 您尚比周文王如何 七乡王说 我比不了 我也知道你比不了 你下比 齐桓公如何 就是春秋时候 那个齐桓公 这七乡王上 我也比不了 这叼拨说 我也知道你比不了 人家周文王 任运这个吕尚 把吕尚租为太公 齐桓公任运管仲 把管仲租为中父 现在田丹 被你任运 田丹有复国之功 在古往今来 有比他这样大功劳的人吗 没有 结果你现在怎么办呢 你还张口田丹来 闭口田丹去 这成何体统啊 这是一个对待工程的态度吗 你这么对待田丹 那是要亡国的 要出大事的 这么一讲 这齐桓公啊 一下子真的是吓坏了 也明白了 痛下决心 把那九个人全给杀了 九个人的家族也都给发配了 然后把这个 当时叫这个 业役的这么一个地方 一万户的俸禄 又奖赏给田丹 算是安抚田丹 那这个事情这么一搞呀 我们说经过这么多波折以后 这田丹的心态能好了吗 好不了 我们说呀 客观地讲 齐国呀 天丹复国以后 齐国统治集团整体数字不高 在这种状况下 天丹非常的厌倦 可以说寻心壮志 肖默待尽 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 齐乡王十九年的时候 严国利用这个 赵孝成王刚刚继位的机会 进攻赵国 赵国当时觉得缺大将 就请这个齐国 要求田丹 请他做将军 齐国也同意了 田丹到了赵国以后 打败了秦国 使赵国转为为安 然后田丹呢 这个时候呢 正好齐国也发生一件事情 齐乡王死了 齐乡王一死 后边这继位的这个政局 就又出现新的变动了 动乱了 所以这个田丹就决定不回去了 就留在了这个赵国 留在赵国呢 后来替赵国又打了几个胜仗 甚至还做过赵国的相 最后算是在赵国 哀然去世 中期一生 虽然在赵国为相 但是他一次也没有 对齐国运过病 这就是田丹 一代齐财 最后就死在了赵国 我们说田丹能够登上历史舞台 从粹是属于身不由己 田丹复国也是不得不为之局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 本来可以远离战争和刀光剑影 但是呢 他们怀着一颗 攫取功名利路的寻星 在生死之间辗转腾挪 他们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请听下集 谢谢